行政院长苏贞昌29号前往视察 即将在下个月启用的 屏东医院高龄医疗大楼 赐资台币3亿元的高龄医疗大楼 未来将提供住宿型护理 及失智与失能日间照护中心 由于高龄医疗大楼 与旧的医疗大楼隔着一条道路 原本要规划天桥连结 但受到局限 而是做地下通道也欠缺经费 屏东县长康梦安困扰着 如何让民众在两栋大楼间 完返能耕安全 这个空桥的事情 虽然建造核发 但都是计划审议委员会有意见 未来连结的长造大楼 跟这个布屏本身的医疗的大楼 这怎么样的一个衔接 也不影响天气线的范围 朱正昌表示 目前屏东老年人口 已占全县人口17% 老化程度非常快 30年的医疗大楼 已不符需求 与其新建地下通道连结旧的医疗大楼 不如重建 将整体交通洞线一并规划好 冰冬边缘 这也太久了 干脆整个洞又繁星 这边地下室 当然我们直接通 那边我们起来 地下连通 都没有妨碍天气线 没有妨碍交通 院长仔细视察照顾环境后 钢厂指示卫福部协助争取规划重建 已经有30年历史的屏东医院 希望让医疗设备与时俱进 来符合现代的医疗需求 及民众动线安全 原市新闻哥守屏东市采访报道